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依然遏制不住抗议的浪潮 据卫报报道 6月30日 超过750场抗议活动席卷纽约 华盛顿 洛杉矶等数百个美国城市 此番抗议活动主要是针对特朗普的零容忍移民政策 各地的抗议人群高举示威牌 牌上写着这不是我们的国家 接下来是什么 集中营 让家人团聚 就是现在 我们其实全都是移民等型目的标语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 白宫出台了建造美墨边境墙 限制难民准入数量 废除追梦人计划等一系列移民政策措施 不断抬高入境美国的门槛 然而在美墨边境 依然有成千上万的移民跋山涉水 蜂拥而至 当地时间6月25日消息 由于特朗普政府打击非法移民 6周内 大约有2000名儿童在美国南部边境被迫与父母分离 形态各异的美墨边境墙 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线 长达1900英里 横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西墨西哥 亚地桑那和德克萨斯四个州 这段边境线西起圣地亚哥和地华纳的繁华都会去 穿越中部一望无际的索诺兰大沙漠 向东沿延至墨西哥湾畔的格兰德河 一路风景变幻莫测 而随风景变化的 还有沿线的边境墙 这些边境墙 从密密麻麻的铁丝网 到城牌处立的高大钢梁 再到低矮破旧的X型炸了 起伏不定 据国家地理报道 在部分地区 边境墙甚至是无形的 它有扫描仪 无人机和巡逻人员构成